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二版增加了手油管 可以进行空中加油 骁龙的作战半径有了较大的提高 第二是二版换装了更先进的多辅了火空雷达 探测和攻击距离有了较大的提升 第三就是二版改良了数据总线 借此集成了多款精确制导武器和中远程空空导弹 达到了首颜合一的地步 如果用通俗的语言 介绍骁龙BLOCKR版和BLOCKR版的区别 那就是准四代和四代加的区别 如果说骁龙BLOCKR和F16CD有些差距是正常的 但骁龙BLOCKR的诞生 就说明这种差距正在消失 另外今年二月初 程飞宣布骁龙第三批次BLOCKR 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设计和研制 据说今年就能完成改进上市 那话说回来 骁龙BLOCKR敢进行战斗机 与BLOCKR版有什么区别 又有哪些国家会对它感兴趣呢 首先 骁龙BLOCKR将安装与武代机F-35 相同的A1SV机在雷达 探测范围是普通机械雷达的2.6倍 其次 骁龙BLOCKR将采用新型合成材料 在行程一定的情况下 其载弹量将提升至4.5吨以上 同时BLOCKR的空中格斗和电子战能力也将大大增强 通俗讲 如果骁龙BLOCKR版算是四大家战机 那BLOCKR型就相当于是四大家战机 这一个骁号的区别 也将骁龙的先进性 提升到了同类轻型战机中的最高级别 如果按照这种数据看 骁龙BLOCKR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将有能力争夺美国F-16A的订单 这也是最近沙特空军 运营进骁龙战机的主要原因 同时 对骁龙战机感兴趣的国家 还有埃及 缅甸 伊朗 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等国 这其中缅甸已经敲定 尼日利亚是说也已经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十架骁龙BLOCKR的订单 而剩下的几个国家 正处在观望中 这也就是说 他们在等骁龙BLOCKR战机上市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比如埃及 它本打算批量引进法国阵风或美国F-16A战机 但由于这两款战机的造价太过高昂 1-2美元左右 所以才愿意购买骁龙战机3000万美元左右 不过 埃及空军目前最担心的还是其战力 恐怕不如欧美战机 因此 在去年落幕的珠海防战上 不仅与中航公司展开了会谈 而且还对骁龙BLOCKR的研制进展进行了评估 对他非常感兴趣 同时还有马来西亚 最近骁龙战机正在参与其空军的竞标项目 据说这次骁龙面对的对手是印度LCA和韩国F-A50战机 如果说骁龙BLOCKR型的实力还不够 那骁龙BLOCKR跟三行一旦面试 那势必就会甩出印含这两款战机一条街去 再说伊朗 按照伊核协议的规定 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的武器进入措施 将在2020年7月15日失效 这也意味着伊朗空军将会马上采买新型战机 借此淘汰已经服役超过45年的F-14战机 不过 由于美国从中作犯 当下可供伊朗选择的战机并不多 比如 伊朗本打算采买中俄战机 但各方却都很担心 会受到美国的单方面制裁 所以在2018年 伊朗就曾与巴基斯坦接触 据说 已经签订了引进骁龙战机的计划书 也只有这样做 才有可能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压力 综上所述 中国骁龙BLOCKR已经面试 不仅可以在一制二行的基础上升级 而且未来还可能诞生BLOCKR隐身版 成本低 便于维护 战斗力又不差 抛开政治因素不说 这种竞争力神与争风 真正异した 不用急 没有 intestines 不能不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